继续回到职场教知有问必答的环节 家庭观众有点想问我们 欢迎随时打电话来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 我身边的嘉宾是我们的研究部副经理 朱耀辉先生 Stanley 你好 先看看内地收市的表现 相称指数收市没有升跌 去到2352点 今日的波幅有40点 高位亦见过2365点 而低位亦到2325点 而护心300跌1点收市 收布在2532点 深圳城市方面跌5点收市 收布在9585点 其实今日内地股市都挺反复的 亦有很多消息 内房股方面 例如毛巫市那边说新政策停工 加上温总也说了一番说话 就是继续保持内房股的平均增长 也不会有太大的调控 问回来内地股市方面又是怎样呢 事实上今天理解内地股市方面走势 都好像刚才Janette提及到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相当反复的 因为你看到收市之前的时间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反向附近的水平 你看到今天整体上 也叫低海源之后 中途也有段时间叫回升 但你看到整体上 内地的形势上 其实又不是要严格上 又不是要差的 最主要本身你会见到 今天整体大小的情况 其实你会见到 其实上升的股份是多 是反而比较多一些 就是你看到上升 而深政里面 基本上有7成的股份 都是绿德的升幅 只不过你说这些升幅 主要集中在一些 比较中小型的一些股份身上 还有都是 集中一些比如说 新灵源 一些电子仪器方面 那些升幅比较多一些 反观传统上 大家比较关注比较多一些 例如内房、水泥、保险、银行这一类 反而是取得到的 反映上 似乎市场上 都可以说是 内地股市方面 都可以说是炒个别的消息 例如刚刚说到 内房方面 一些比较差的负面消息 这些因素 都令到内地方面 这个板块有比较差的表现 年代之下 虽然也是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 初步看 内地股市似乎仍然是 处于一个 環上落的区间的情况 你都没见到 对我比较宁可的方向 所以我自己预计 你说在 之后的时间 似乎大家都会 仍然是 比较关注一些 基本面的因素 特别是消息面方面 例如 假设有个别的 一些消息传出来 都能否令到 相关的板块 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 大家要留意 至于你说 好像内房方面 今天来讲 大家都会见到 本身在过去的假期里面 你见到 温总 再度重新 就是说 内房方面 一些调控措施 基本上 仍然会继续下去 之前 大家比较充劲 可能 有机会 有些调整 也希望 都落空了 以至到 你见到内房股的表现 其实 都是做得比较 比较 比较 重新了很多 但要留意 本身的板块 始终我自己都认为 在内地方面 很多管理层 基本上都说了 这个步伐 是不会减弱的 所以大家 比较充劲 有机会 放生银巾 或者对内地的 房地产方面 可能有些帮助 似乎都是比较 机会 基本上的流程也不是那么大 所以 回到之后的时间 我觉得 对于内房企业 今年的表现 似乎都可以说 是比较艰难的 特别是 你会见到很多 房地产 公司 本身 本身的目标 也认为不像 一、两年那样 那么进取 特别是 大部分 基本上 估计是持平 而且 加上 很多公司 之前的一月份 一些消息的数据 也不是很理想 当然 和春节效应 是有关系的 但似乎 大家都会对于 今年的困难的情况 也不是那么乐观 所以在这么多因素 左右之下 似乎 今年内房那边 暂时来看 可能是比较差一点 好 跟进内房股 今天来讲的表现 嗯 中国海外 跌超过4% 报14.64 华文字地 跌接近6% 去到13.98 碧桂圆 跌7.5% 去到3.33 世亡房地产 跌接近8% 报8.84 富力地产方面 跌5.1-8.31 与收地产方面 亦跌超过4% 去到1.39 Stanley 看到整个版本来说 今天真的表现一般 其实内房来说 看看图表 其实在2月中度 已经不断地上升了 例如 可能恒大 3333 亦都看到它 虽然今天有7%的跌幅 但企运在250天线上 内房股来说 例如恒大这一只 可否撩底呢 基本上恒大本身 你见到 或者公司本身 在去年里面的表现 其实是不差的 甚至乎 你会见到 本身你说 在一些达标方面 其实恒大那边 也是有相当理想 所以你会见到 去到上年10月份的时间 公司已经达标了 就是收入目标 已经达成了 但只不过 你会看回恒大 今年本身 对整体上的楼市那边 也不能太进取 特别是你见到 它在销售的情况 目标的增长方面 基本上定乎是 2成至3成左右的水平 亦都是同样公司 之前的时间 达楼市增长 似乎都有比较大的距离 而可以反映 本身很多公司 对今年的楼市表现 亦都不太乐观 而恒大本身 相比之下 管理层的质素是比较高 以及公司 之前的时间 当然相对比较不错 但问题是 股价方面 之前的时间 升上4.6水平之后 似乎有点 再上升 没太大动力 尤其是 这个水平本身 股价4.6水平 其实都开始逼迫 之前 大概是上年9月头 开始的时间 大概是5元左右 这水平 所以大家看到 阻力都开始 相对比较不断增加 而看来 今日来的 亦都是跟随整体上 内房的表现 有比较明显的下跌 而在初步看一个形势上 有机会 可能会再回市 4元左右 这些比较大的 10天线的支持位 所以如果你是未买的 投资者 或是有货投资者 要留意 4元这个位置 基本上都可以说 如果一跌破 整体上的走势 可能会进一步转弱 所以如果你有货 穿4元 我建议可能 都要做一些市值的部署 好 另外两只央企 比较多人关心又如何 基本上 好像6800 或者109 这两只股份 其实本身 那个走势上 也是做得比较 可以说比较反复一点 特别是 你看到之前的时间 其实央企本身 有个比较大的好处 就是说 资金上的压力似乎 比较松一点 因为你看到他们 过往公司 例如 快一些票据 也好 CPE 本身的息率 相对比较低 相比其他一些机构 可能是10利息以上 例如之前 例如6800 那样 快一些票据 大约是3-4利息 所以资金压力上 其实对公司本身 相对比较小 这方面的压力 相对比较小 但对今年内 始终 大家都知道 本身 整体上楼市 落地楼市的比较 似乎都不太好 正如刚刚也说到 那个情况 是比较恶劣 所以即使是央企本身 其实到现水平的话 我都觉得可能 都会跟随大市 有一个比较的调整 例如以6800例为例 股价方面 其实之前的时间 大概16元这个水平之后 都开始是掉头回落 就是看到这个位置 后来是掉头回落 所以初步太 暂时都在20天线 这个位置 叫做增持 但形势上 从后市来说 可能都有机会 再回市 大概14元这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 整体上 如果以内房来计的话 似乎 我觉得今年 即至少上半年的时间 未必是一个好投资的机会 所以我会觉得 暂时看 都是比较观望 好啊 麻烦了 Stanley 这一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是即场教育 日文必答的环节 家庭观众 有东西想问我们 欢迎随时打电话来 电话就是204-6566 又或者继续传电邮给我们 再回大市最新表现 恒生指数是升115点 去到20899点 成家额方面有493亿 而国企指数是升88点 去到1493点 升风率有0.77%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有问答环节 别走开了